非凡英语 哈喽大家好 我是非凡英语的Coby小贤 那么今天的话呢 跟各位同学在云讲堂里边 讲一些关于不同于知识点的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涉及到的是 PTE的Writing中 它的复习规划是怎样的 那最近呢 经常会收到很多同学提到的一些疑问 就说老师呀 我的很多时间其实放在的是 PTE中的口语和听力的这两个部分 那写作的这个部分 Writing我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呢 有的时候觉得在模考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Writing我并不会写 甚至有的同学可能会提到 小作文或者大作文的这个 做题方式以及模板之类的内容 全部都忘记了 那么全部都是由于我一直在 着重于口语听力呀 以及阅读上的一个复习 那老师我这个Writing 到底该怎么样来重视呢 接下来我们大概用到几分钟的时间 根据各位同学这样的疑问 咱们来好好的制定一下 Writing到底该怎么样复习 好的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问一下自己 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有没有重视过写作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这样的一个概念 或者是PTE界的所有同学 都会了解到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写作 它本身的题目的分值 是占整个Writing分数的 大概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左右的分数 那么更多的分值呢 是由咱们听力中的大佬题型 四大金刚题所给过来的 那么对于写作本身的这个部分 我们该怎么去处理 接下来我来问一下各位同学 对吧 那么在听视频的你肯定 要么是第一种情况 要么是第二种情况 就是要么非常非常重视 以至于你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它 这个就有点像是 人和人之间那个交往 尤其像是男朋友和女朋友之间的 这种交往一样 就是你有的时候呢 生不得 有的时候浅不得 对吧 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真的 有的同学 我见过非常重视写作的同学 他把每一篇大作文 全部都写了一遍 但是写完之后 交给我发现的时候 我发现各种各样的错误 该犯还是犯 而且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 重复的跑着 对吧 重视到不行 还有个同学是什么样的呢 他这个六宫格已经背得非常好了 每到题目下面的知识点 包括模板已经背得非常好 但是考试的时候呢 却没有办法以最好的状态 运用到这个模板中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其实得到的写作分数也不会很高 那么另外一类同学呢 就是没有重视过写作的同学 那么没有重视过写作的同学 咱们直接跳入到第二个question 好吧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如果你不重视写作的话 那么你能不能敢给我打一个保票 就是我听力中的sst right from dictation fib能不能得到满分 好 如果说你说我能得到满分 OK 那么这个问题就当我白问 对吧 咱们的写作 哪怕是一分不达 我觉得你的写作的部分 还是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非常高 非常非常理想的一个分数 如果说在不写完写作的情况下 OK 好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做过一个亲身的实验 就是right from dictation 听力中的这一道小题 如果全对的话 你的写作将会有40分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高分 那么也就意味着实际上我写作如果一点都不写的话 只要这些大体 sst wfd和fib 我全对一分不扣 我觉得我的65分应该是差不多的 应该是差不多的 好 所以说咱们做不到这样的同学 无法做到满分的同学 那咱们你不得不稍微重视想写作 OK 那么在这里面的重视呢 绝对不像同学们强调的我要拿出百分之百的精力 我们在重视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也是应该走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 那么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写作 咱们其实有更多简洁或者更科学的复习方式 不要过度重视 当然也不要完全忽视 那接下来跟各位同学推荐的就是咱们的高频预测题 我相信各位同学其实都知道 或者是有很多的机会从咱们的顾问老师那 去或许咱们非凡所谓同学们编转出来的这样的高频题目 那么这些高频题目中 我相信各位同学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把所有的题全部都走一遍 我觉得可能有的同学觉得听力不好 我多看个听力 口语不好 多看个口语 阅读不好 多看个阅读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还会对写作上心一些 OK 那么我们其实不妨分析一下 其实在整个的一个高频中 写作的小作文以及大作文 它的题目量实际上是不大的 实际上是不大的 也就是说我举个例子 咱们大作文的其实高频题目合起来大概就三十几道题左右 不会特别多 那么而且这个题库相比较而言也是比较稳定的 同样小作文也是一个道理 那么在这样稳的一个情况下 如果你不把它复习好 那就是一个吃亏的一个样子 比如说我五月份去考试了 我的题库是这样的 七月份考试呢 题库发现还是这样的 如果你五月份复习了这个写作的部分的话 那么到七月份你在复习写作的时候是不是就游刃有余 或者是我们的时间使用的会更加少一些 那么你一直都不复习写作的话 那对你来讲写作的这个基金永远都是新的 永远都是新的 那你永远都觉得是一个陌生和不会的状态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 咱们究竟小作文和大作文该怎么去分配一下时间 或者是具体每道题该怎么做下来 首先第一个跟各位同学说的是 SWT的一个复习时长 那么小作文呢 跟各位同学强调一下 千万不要花过多的时间来复习 也就是我们不要过度重视 但是呢 也不要一天小作文从来都不看 这样也是不OK的 所以说呢 跟各位同学规定起来的是 一天咱们就刷三篇小作文 刷谁呢 刷高频 OK 一天刷三篇 每天用时一小时 那么这一小时的话 我建议各位同学可以穿插在口语和听力 或者是口语和阅读之间 这样做的话呢 我觉得相比来讲 咱们的大脑还会refresh一下 相当于是放松了一下 换了一个方式 OK 好 那么每天三篇 每一天一小时 OK 好 那么第二个就是复习材料 那很明显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高频 高频 第三个就是复习平台 那么除了我们有纸质版的高频之外呢 我建议各位同学是到ptgo的这个网页版 网页版去进行操作 因为毕竟考试的时候 你需要面对的是电脑 你更加熟悉的是电脑上的操作 OK 好 那么接下来说一下swc的复习步骤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按照考试的要求 咱们计时十分钟完成一道题 那么你在界面上的话 它也会有一个timer在上面 你按照考试的一个标准 先来完成一下 那么完成完之后呢 第二个步骤 你就是对答案 OK 你把这个答案对一下 看看自己到底能采多少内容 预估一下自己 是否内容分可以得到一分 如果你的内容分得到一分的话 只要你其他的方面做得非常完美 你的小作文的分数就非常高 那么力求79分钟学呢 你可以让小作文是满分 你就需要思考一下 我的句子和标准答案中的句子 到底差异在什么地方 我少找了哪些句子 OK 实在不行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标准答案的这些关键句 稍微刻意的去背一下 记住它大概的位置 但是呢 分析完之后并不代表结束 我们还是需要再进行重新审视 重新做一遍这样的过程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小作文呢 我们自己认认真真的走一遍 不会浪费太多时间 而且一个小时做三篇 我觉得相比较而言还是比较充裕的 相当于是20分钟一道题嘛 10分钟写 然后大概用10分钟的时间分析 再加重新做一遍 我觉得还是来得及的 OK 好了 那这是关于小作文的一个复习方法 那么在我讲完大作文的复习方法之后 会跟各位同学去简单的操作一下 咱们该怎么去走 好吧 会更加清楚的提示一下各位同学怎么去做 那接下来呢就是大作文 大作文的话跟各位同学的要求也是 每天大概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复习一到两篇大作文 OK 复习一到两篇大作文 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大作文和小作文的这个时间 咱们不要把它放在一起 比如说头一个小时是小作文 第二个小时是大作文 这样的话你自己也会疯掉 我们可以把这一个小时呢 就给拆成 比如说放到睡觉之前 或者是中午吃饭之后的第一个小时 或者是早上起来的第一个小时whatever 根据你的习惯 你可以把它放在你自己prefer的时间里 OK 好了 那么为什么会每天一至两天呢 就是因为咱们高频的作文 一共也就大概3132左右 不多 然后的话我们接下来说一下 WE的一个复习平台 也是ptgo的一个网页版 但是它不同于小作文 它的复习步骤稍微微复杂一点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在写作文之前 看懂题目是必要的 那么看完题目之后 我们需要相应的找到每道题的六宫格 把它的思路 首先先用中文的意思理解好 然后呢 去背里边所必要的那些词汇 对 六宫格只是给各位同学准备了所有彩分的可能 你需要去根据自己的需要 背里边的一些词组和表达 那么这些东西背好之后 我们也前提是默认为你背好了模板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20分钟的时间计时 来完成一道题 好 那么第三步紧接着 我们写完之后 可能大概是用个15分钟左右 差不多这个作文完成了 那么我们用剩下的5分钟的时间 一定 一定要学会自我检查 对吧 一定要学会自我检查 否则考试的时候 老师不在旁边 谁来帮你检查呢 OK 我们要检查词汇 检查拼写 检查语法 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下 你可以把你的作文复制起来 然后呢 发给你自己的老师 让老师再帮你点评一下 我觉得这些呢 都是OK的 这样的话 长此以往 相当于我们把所有的高频 全部都练一遍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 你拿过来 大概用1到2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想出这个问题的观点 以及表达方式 这样的话 我们20分钟完成这篇大作文 才是有可能的 否则的话 我们自己直接在考场上去想观点 想表达的话 那几乎咱们的大作文质量完成 一定会比较差 OK 好了 那么说完了具体的复习方法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如何在ptgo上去进行操作 那么首先我们从左往右一次来看哈 首先我们先来找到写作练习的这个 入口 对吧 点击去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第二幅图片 所展示出来的有两种形式的题型 一个是summarize written text 另外一个是write essay OK 那么根据我们的需要 我们可能点击的就是swt 好 点击完swt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上边有全部高频基金还有模拟题 那么我们时间比较短 大概就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接点的就是高频 找到高频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逐次的意思往下来做 OK 那么 再往右 到一个图片呢 就是我们的文章了 那么你写完文章之后 如果说你不知道文章的重点是什么 怎么去对答案呢 你可以点击左下方的这个显示主旨的这个按钮 那这样的话 原文中的重点句都会被标红 我们判断起来会比较简单 然后呢 自己写完之后 你可以点击提交 或者说点击看答案 那么后面会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一个范例给到你 下面也会有一些评论区 你当然呢 也可以去写一些你的评论或者问题 这样的话 有老师看到的时候呢 也会给你相应的一个回复 OK 好了 那么最后一个步骤呢 其实就是一个小作文的复习打卡 对吧 打卡 那有的同学可能说 老师我直接在ptgo上就做了 那有的同学说 老师我在ptgo上 我记不住我到底复习了多少道题 那么我们不妨呢 打开一个word 按照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来把它完成 对吧 我可以先把我们的主题title写下来 然后呢 你把你的答案 比如说你在ptgo上写出来的答案 你可以把它复制到这个word中 对吧 然后呢 你算一算字数 好 然后呢 你再回到ptgo上去进行一个答案的一个对比和分析 但是不要忘记 要在下面写好练习的日期是哪一天 这样的话呢 告诫自己一个循序 渐进一个坚持的一个过程 好了 各位同学 我希望通过大概这几分钟的时间 咱们能捋清楚作文到底在我们心中的位置是多重或者多轻 OK吗 那么我们知道了一个复习方法之后 咱们一起来加油了 各位 下一期我们的语言讲床 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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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